我们众生之所以在苦海当中出不来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对个情的认识 修心 人明白世间是苦空无常的 一辈子苦到最后是个空 所有的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 这是学佛的真谛 就是我们在人间对父母亲百依百顺 满足他们一切要求 伺候他们到老境 我们说老境五老四境 就是这个老境 也不能使他们的业力消除 你就是对他再好 他爸爸走的时候 妈妈走的还是有的下地狱了 有的偷人了 你不能消掉他们的业障 也不能让他摆脱老死那种病啊 即轮回啊 你也不可能让他得到永恒的幸福啊 所以学佛人 我们凭着修心就可以使我们七世的父母亲人 都能得到解脱 并且还可以帮助人间很多人 使大家一起离苦得乐 这才是真相 所以我们只要一学佛 天上的天人 神仙 佛 菩萨 他们都会赞叹 一看有人学佛了 念经了 天上 嗯 好 就像师父一样 我有时候看见你们带一个计数器 嘴巴里 好开心哦 哎呦 怎么这么开心啊 这么多人念大悲就信心了 看错的也有 有一次看那个人念的 很厉害 哎呀 好开心啊 走过去一看 吃口香糖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才是真正的有情众生 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啊 要记住 我们学佛人的慈悲和这种爱 跟世俗之爱是无与伦比的 超度亡人啊 替父母亲啊 亲人啊 求菩萨呀 我们的恩大于须弥山啊 你看你们现在念小房子 就是在超度我们自己的亲人亡人啊 虽然有的人也爷奶奶都没看见过 他们还说台长啊 我要念小房子看看 能不能把我爷爷奶奶超上去 这就叫恩人 这就是很有情的众生 所以再看凡人那种爱 哎呦 给你吃点东西 对你好一点 只是人间的一粒 微尘而已啊 所以人间的情 只能对父母一辈子尽孝 而修行的真情 可以让我们的父母超生了死 可以到天上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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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